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就要说回疫情 义军我们都很久没有跟进乡岛的疫情 我看到疫情由之前两个星期左右 由于我们4月初的时候 放了几一场价 一度弹了上去 义军都曾经非常担忧 再加上这个 印度阿三那边出事 所以就害怕了 幸好4月30日凌晨出现的数据都可以 中心就确认了四宗新增的疫情 新增的个案里面 两宗是输入个案 一宗是本地个案 另外一宗就是 源头不明的个案 就是一个39岁的女病人 早几天就发烧咳嗽 但是这个个案 就有点点特别要值得看了 就是因为个案 牵涉到N501Y这个病毒株 就是 其实就是变种病毒了 都很害怕 和他源头不明的话 是啊 所以就要 21天强制检疫 都很害怕 那些人 跟着呢 其他紧密接触者 要呈到这个阴性的结果之前 都不能外出 所以呢 这次A军都可以说 叫做呢 没有想像中 这么大件事 就在香岛发生 但是呢 由于有源头不明个案呢 那其实呢 都真的要严阵以待 在Internet旁边的观众 千万不要松懈啦 是啊 除了这个源头不明之外呢 还有一单 就是呢 新加坡那边呢 有个通报 在5月1号呢 新加坡那边就说呢 有一名 由香港过去新加坡的 44岁男子呢 去到新加坡的时候呢 就被发现确产 那就是属于呢 香港的输出个案啊 那呢 其实都 挺麻烦的 因为呢 这次是厌到 由香港过去新加坡呢 有事的人士啊 那就是说呢 很可能啊 香港呢 都有一些 隐性的传染者啊 是的 同时间呢 新加坡那边呢 疫情啊 也都是反弹了上去的 那呢 5月2号的时候呢 那就是说回 昨日呢 就是5月1号呢 就有34宗确诊 25宗呢 那是输入个案啊 那其实呢 都可以说 疫情突然间的反弹呢 甚至乎呢 超出了香道呢 那不要说 旅游气泡呢 甚至乎呢 A军又是害怕他啊 真是呢 大家要严阵以待啊 未来的两三个星期呢 就千万呢 就不会因为说 个案呢 突然间呢 就跌了下去 就掉以轻心 记住啊 这个呢 阿三那边呢 都是啦 疫情呢 曾经因为跌了过去 跟着他们又搞这个大煲节啊 跟着现在就大煲了 没错是呀 那呢 我们的香道呢 因应这个疫情呢 其实都见到 我们那些 很多时候的个案 都在外面输入过来啊 输入是香港的个案来啊 那呢 有大部分呢 是一些 非容啊 或者是印容姐姐啊 那呢 政府呢 就出了一招 就是呢 要三十几万的外籍容工 一起去做检测啊 哇 这次真是大件事啊 器官看见啊 那条长龙啊 就真是 好像蛇饼那样的啊 由东去到西 再由西去到都 再由南去到北啊 是啊 那呢 那个长龙长到呢 有些朋友的姐姐呢 都不排到呢 发敏枕啊 不排啊 下次再排过啦 是呀 那这次呢 老实说 是不是呢 姐姐出事呢 A军都不敢说啊 但是呢 搞这个呢 强制的检疫呢 无可厚非的 但是呢 selected这个group下去呢 那是不是最appropriate呢 哎呀 A军都不敢说啊 那就留下医疗专家说啊 不过香岛的医疗专家呢 A军真的越来越对他 没有信心啊 不过 哎 下个礼拜一开始 A军的可能啊 成果啊 反弹啊 对香港的医疗 是啊 因为呢 广州的中南山院市啊 将会下来香岛那里呢 指点我们香岛的抗疫情创啊 是啊 那医管局呢 就有一个呢 周年的这个研讨大会啊 去年呢 就因为啊 这个新官肺炎去停办啊 今年呢 就终于啊 就可以啊 举办了 而礼拜一呢 就有重量金的人物下来啊 就是啊 我们啊 众国工程院院市啊 仲南山啊 哎呀 今次真的有高人教路啊 是啊 是啊 希望高人教路之后呢 香岛那些官员啊 和那些专家啊 会胜胜定定学习啦 是啊 啊 啊 中南山指导之下啊 中国啊 他的抗疫的情况啊 肯定是首屈一指的啊 全世界啊 那中国去年呢 做了很多强制的检疫啦 也都啊 在疫苗上面啦 其实现在不传不传了 已经打了二亿多针了 那情况啊 可能啊 甚至乎论比例啊 都不少于香岛啊 那希望呢 他就教我们的路啊 那让呢 我们尽快啊 可以清零啦 是啊 就是我们清零呢 才可以呢 经济再启动的嘛 没错啦 没错啦 不过呢 有些地方呢 就非常之特别啊 A军呢 就经常说 这个叫阿三那边出事啦 那就是阿三出事呢 全世界啊 现在有些地方呢 怕呢 留在阿三的国民呢 有些地方呢 有些地方呢 都会做很多方案啦 那我们一向都说啦 就是呢 隔离21日 甚至乎现在 去到28日就算了 不过有些国家 做得好彻底啊 是啊 就是这个代鼠国啊 哇 代鼠国呢 他这个隔离呢 简直厉害到呢 连自己国民都隔离啊 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强的罰质呢 是什么呢 就是喊罰你五年啊 隔离你五年禁啊 哎呀 香道呢 就说 得你过去呢 做检疫啊 21日或者28日啊 就说呢 是没有人道啊 但是呢 哇 这个代鼠国 这样对待自己公民啊 哇 你来自阿三啊 踩你都算了 死开啊 不是的 我就隔离你五年了 哇 真是出了位啊 唉 还说呢 人民政府啊 人民选出来啊 这些人民选政府啊 反串猪肚不认人啊 減禁你五年了 你吹呀 哎呀 这些真是不知道 是什么眼联盟呢 的特性呢 哎呀 真是不知道啊 那但是呢 五眼联盟的大佬呢 最近 阿登神呢 就终于呢 他过一百日之后出来 就进行一个演讲啊 是啊 这个八日宴是讲了好鬼死多东西啊 他 是啊 这八日宴里面呢 其实简单点说呢 就讲两样东西而已 一个就是内政和外交啦 那呢 在内政方面呢 登神呢 他就说了 我们的经济呢 要重新再启动啊 移动啊 移动啊 哇好耶 我们的经济移动啊 咯 大家想想呢 四年前的时候 特尼普是说呢 我们要令美国再强大 之后 今次登神的说法是呢 我们移动啊 好耶 他们呢 特尼普好像呢 令美国真是最强大的 他们呢 是长期高居的No.1 现在呢 才是呢 给这个印度阿三 有机会挑战呢 他们呢 感染的No.1的地位 我们又看看呢 阿登神呢 他这次呢 令到这个经济动得回呢 那又令到这个经济 怎样走回呢 啊 是啊 那这个情况就是 好像呢 特尼普那时呢 是 即是呢 我们弱了之后 可以再强大回来 今次是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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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动得回啊 好耶 神识他可以动得回啊 那他到底怎么动呢 首先就是呢 他们现在呢 阿登神就会进行一个 很大规模的 投资计划 这个投资计划呢 主要就是呢 我们要 重建回我们 赤子大国的 基建项目 包括就是 建回一些 很有水平的马路啦 高速公路 铁路 哎 人家中央市场 那些公路建得这么漂亮 那些马路建得这么漂亮 那些火车高铁走得这么快 但是我们 赤子大国 那些火车 哎 可能最快的火车 都是由 落墙的那架火车而已 那真是搞不电的啊 大哥 有个小问题啊 是 刚才你 阿登神说 跟哪里比较啊 是啊 跟中央市场比较啊 哈 不是啊嘛 哎呀 你们什么时候 跟一些第三世界的 極权主义国家比较 你们泱泱民主大国来的吧 是啊 是啊 那这个 極权民主大国呢 登神还说呢 我们要 有 确保我们有 乾淨的食水 因为呢 有 全美国有 一千万个家庭 和四十万间学校 没干净食水供应的 一直都受到 沿水浸侵的 哈 千几万个家庭 和四十万间学校啊 没干净食水供应啊 十几年啊 哎呀 哇 我还以为它 很威威化 又啊 令到这个 American great again 真是令到 American again again 哎呀 继继继继继 没干净食水的情况之下 竟然活到十几年 真是 哎 记不记得我们香岛呢 有一栋大厦 那些核水鞋有少少问题啊 一够云就在那裡 吵 吵吵吵吵 我都不知道它 它现在去了哪儿啊 它什么时候去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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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吵了這麽多年都沒事的 那...說不定 過來幫你多吵兩吵的時候 那...跟著 又搞得好又不知道怎樣 到時候都要學回我們 你們呢 赤子大國 去制裁的角度 你跟我們做就沒有錯了 是啦 除了這個 基建問題之外 大家都知道赤子大國的出生率 都比較低的嘛 那終於呢 赤子大國出了一個 比較有些想辦法 就逐些人生小朋友 就是 小朋友的免稅額 你生多一個的話 就給多些免稅額 嘩! 都被他想到 真的有沒有經過大佬思考的 是啦 那你見到他建這麼多 鐵路啊 又建基建啊 又要搞水管啊 又說要 要捕些人去生小朋友啊 那你要錢的嘛 沒有錢不行的嘛 那他就... 那個辦法啊 就是... 加你稅啦 其實他加稅呢 就特跌的 這個加稅呢 就說呢 主要是對付... 是對付一些... 企業 他説很多企業呢 就算賺錢得來 都沒有交稅啊 那些人左手加右手嘛 那些人會避稅很厲害的嘛 那於是他就說要加稅了 唉 不過我想著呢 他這樣交發的時候呢 會不會推這些人 再想辦法去避稅呢 你知道啦 那些人計數都很厲害的嘛 避稅這家東西 小疑科啦 我也很想知道 他怎樣... 怎樣對付避稅問題啊 但是呢 我再說回呢 剛才說出生率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啦 出生率雖然低 但是呢 另外一個呢 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呢 大家都要面對的 就是呢 人口老化啦 但是在人口老化這方面呢 其實呢 特離譜呢 是給了呢 一個很大的禮物 給了燈神的 B君 你又知不知呢 什麼禮物呢 全世界都在怕啊 平均的 國家的人口稅數是越來越高啊 但是刺子大國是絕對沒有這個問題的 經過去年之後 因為呢 經過去年的 新冠肺炎之後呢 刺子大國呢 的平均人口年齡呢 就因為多人呱老襯 所以立刻降低了1.3歲 就將呢 這個人口老化的問題 一次又降低了1.3年 就給了這份這麼厚的禮物呢 拜登呢 他用多1.3年的時間 去磨啦 噢 所有米都排開了 你多了1.3年的時間 去搞你那個呢 換取人口老化的一個籌碼 你要多謝特離譜的 MILFUNCTION 搞到此此大國 平均人口啊 你的年稅都降低了1.3年啊 嘩 嘩 都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那些客人真的 這個這麼高深的問題 真是留一把一把燈 上去回答一下吧 好了 那呢 除了這個 這個內政和這個 稅務的關於內政之外呢 還有就是他們搞科研 嘩 原來不知 港來客人一跳啊 原來啊 在近這幾年來呢 次子大國在科研上面的投資啊 是跌到不夠1%GDP 以往的時候呢 是2% 是啊 就這樣 A軍呢 年輕人的時候 經常有個口訣 那些師傅教的 是 一個呢 的敷然 對這個豬頭餅的比率 那就是呢 如果高過兩個巴仙呢 就叫做高 如果呢 是高過呢 或者是1.5到兩個巴仙呢 那就叫做呢 上 比較高 1到1.5呢 就叫做可以接受 低過1呢 哈 懶得 懶得 你啊 懶得 你啊 就是跟中国竞争,但不是有冲突 这件事都说得挺好 他们的竞争方面,主要的战场应该是在科研那边 其中这个科研,登神就说要加速有关于新电池、生物科技、电子芯片和新结晶能源那边 要做多些研究 虽然这个和中央市场是竞争关系 但是呢,要保持赤子大国的领导地位 竞争是为了它的领导地位 包括就是要求中央市场 希望中央市场不要搞军事扩张 科研的时候麻烦等等我 不要偷我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央市场领先的时候 还要偷赤子大国的科研法则 我真的想不明白 哎呀,你不记得了他们内部很多人说 你中央市场是在偷一些我们从来没研发过的东西 是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偷 真的,很厉害 那么呢,赤子大国那边 他说是就是了 还有就是呢 叫我们中央市场不要给国企 補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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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我也想你们赤子大国呢 不要補贴你们的农民 也都不要補贴那些太空企业 例如Elon Musk那样呢 为什么会補贴那么多呢? 哎呀,真的拗了 不过呢 赤子大国 他说呢 可以補贴的呢 就是呢 这个自由市场的经济 你们搞補贴呢 就是啊 你们用国家去打我们啊 的私人企业 你们不对啊 啊 不过你们是補贴这么多农业 哎呀,真的好难搞啊 是的 那么呢 除了这个 总装市场之外 基本上 把所有的赤子大国的外交问题呢 全部 扔给俄罗比啊 他就说呢 他声称呢 俄罗比在那里 尝试影响着赤子大国的选举啦 还有影响他们的网络安全啊 所以赤子大国呢 会做更多的研究工作 和一些 不够法律的措施呢 去对付俄罗比亚 当然还有就是呢 和这个气候暖化问题呢 就继续呢 要赤子大国做回这个领导地位 我都不知道他有多领导 他最领导的东西就是呢 单方面 滚出气候协议四年咯 我都没听过呢 有些人呢 滚出气候协议四年之后 一装回来就说 我要做大哥 啊 是他以为选举的嘛 蛤 这些呢 就赤子大国呢 你们呢 的选举之道 不过全世界都不是这样说的 是啊 最后的时候呢 赤子大国的灯神就说呢 哎 我们呢 经过这一百天上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重建回人民对 赤子大国民主的信心哦 哦 你有多有信心呢 你看看你自己的疫情 你恐不恐惧到就知道咯 哎呀 有个尚威出来了啊 是 不过呢 他呢 说之后呢 阿灯神呢 就已经呢 成为了历史上 登基一百天之后呢 支持到第三低的总统了 哦 真是很民主哦 对不起啊 阿灯神你不要气馁啊 突离谱 在占你底的 哈哈哈哈 是啊 真的有进步哦 变成第三低哦 这个进步了啦 挺好啊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能够呢 好像突离谱那样呢 拯救得到民众啊 对你们赤子大国的民主 啊 sorry 是选举制度的信任的 你们不是民主制度 你们都是选举制度而已 搞清楚 不要再如目混书了 登神 是啊 那呢 最重要的就是呢 他说 哎 我们呢 赤子大国呢 呃 之前呢 有班暴徒 冲击我们 国会 是 民主的 衰落的 晋征 我们现在没有了 不会有人冲击的了 你 你看看你外面 国会现在 国会山外面 挣了多少 蟲像 露像 你觉得你没事的话 就不会发那么多 蟲露像 挡住人民 可能进去听你的国会 已经说了 我们绝对 不会有人再冲击的了 我们呢 这个路障 和把羊 每个都拿着M10的 所以一定没问题的 我依然是 赤子大国 历史上 一百日之后 第三低支持度的总统 耶 是啊 还有最精彩就是 他这次面对了 面对了国会里面 参议院加众议院 大概二百多人 但是 我忘了 应该基本上 不知道为什么 共和党的人 绝大部分都不在 哎呦 所以呢 你可以的 你一定能够靠 这个状况之下 能够挽回回 赤子大国的人 对这个呢 选举制度的信心 我看好你啊 你一定能够 令到一般的市民 明白得到 选举 不是民主的 你努力点做咯 好啦 那希望登臣呢 可以 未来几年呢 再次证明呢 赤子大国是可以 辱得翻 做啊 我看好你啊 登臣 你知道你的党叫我登臣 买大 就会是 哦 大家知道的啦 开小的 就这样啦 好啦 按就讲到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